主爱的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是金口圣若望的纪念日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圣人的故事 希望有助于我们的信仰 圣若望因口才出众能言善变 所以后人称它为金口 其实圣人杰出的德行和爱主的虔诚 更值得我们钦佩效法 公元347年 金口圣若望在叙利亚的安提安男生 母亲是一位贤淑的寡妇 热心敬祝 圣人自幼得到民师指导 擅长辞令 圣人度了六年隐修生活 于公元386年 晋升夺品 那时圣人年约四十岁 法莱文主教年老历岁 常委任圣人相助处理教务 圣人发表了二十一篇 论律令的剧著 圣人的辞令和财学 从那时起 抓入一个新的正线 成为东罗马的一股主要力量 军师坦丁堡 总主教纳塔吕 于公元397年逝世 圣人众望所归 功推继任 当时因怕圣人晚辞不救 就请圣人赴郊外朝圣 半路上将圣人拉上车 辞往军事坦丁堡 圣人就任总主教后 将主教数 经费削减至最低额 愚速救济穷人 接着圣人 接着圣人开始枕顿当地神之班 敦劝他们勤修圣德 圣人以声作则 用善表感化众人 所以他的改革运动 得以顺利展开 推行无阻 圣人的讲道词 圆稿一部分保存至今 为圣教文学的不朽巨主 圣人不仅对辖区的教务 全力推进 对远地的福传也非常关注 常派人往远地宣扬福音 圣人一生遭遇的苦难 更令人感动 他在讲道中 触怒了厄特克西皇后 皇后怀恨在心 与亚历三大总主教 德奥菲吕密谋 要放逐圣人 德奥菲吕密于公元403年 召集主教会议 捏词诬陷圣人 宣布将圣人放逐 圣人用合法程序 也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 坚持严正的立场 德奥菲吕密将放逐的决议 承报皇后 皇后立即下令 驱逐圣人出境 这道造令 在军事坦丁堡 顿时引起骚动 圣人在讲道台上 当众宣布 坚决为正义奉斗 他说道 我也不畏死亡 因为死亡是有利于我的收获 我也不畏流放 因为普天之下 莫非主土 我也不畏财产的没收 因为金钱 原始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过了一个时期 圣人主动退居 比地米 但他一走 既发生强烈地震 皇后大聚 虽请圣人反忍 德奥菲吕大赶狼狈 深夜悄然离城 好景不长 不久圣人又遭遇新的灾难 皇后在军事坦丁堡 大堂门口 建了一座银像 举行揭幕典礼时 堂外百戏杂成 狂欢作乐 若干娱乐节目 含有迷信色彩 圣人不敢揭默 公开直言指责 皇后大怒 再度发动 驱逐圣人的离境 圣人表示 绝不放弃基督的羊群 占领其信友聚集 教堂 皇帝派军队 以武力驱逐信友 酿成流血产 圣人上书 请求教宗 圣依诺 真觉一事 主持公道 教宗表示 因召集新会议 审查此事 但皇帝与皇后 接力阻挠 导致会议 无法召集 两个月后 皇帝下令将圣人流放异域 圣人旅途饱受困苦 七十日后才抵达目的地 教宗派代表往军事坦丁堡召集会议 但代表到了军事坦丁堡 力招拘捕 圣人的仇党 唆使皇帝将他冲军到黑海东岸的碧穴城 压解圣人的官吏非常残忍无道 自意虐待圣人 年迈隆中的圣若望 在酷热的烈日下赶路 其艰苦可想而知 雨天临得如落汤鸡一般 忍强迫行走 不准烧些片刻 到了高麦那 圣人已病入膏肓 但压猜仍强迫他走了五十六里路 在巴西历斯古斯小堂投诉 夜间圣人在朦胧中 似乎见圣人来慰问他说 兄弟拿出勇气来 明天我们便要相会了 四日圣人奄奄一息 求压猜稍还其成 压猜不肯 但走了四里路 发觉圣人已到弥留之际 才将他送回 圣巴西历斯古斯小堂 圣人领受临终圣体后 不久即离世生天 他最后一句话是 愿光荣归于天主 实在公元407年9月14日 光荣十字架占领 公元438年 圣人的遗体 迎回军事产丁堡 迫害圣人的皇后已死 她的儿子是一位贤君 她与她的姊妹圣伯利亚 两人亲自参加迎接行列 以示致歉 圣若望于圣巴西历 圣俄罗略纳奇奥 圣亚纳大霄 并列为东方教会四大圣师 所宜著作极其丰富 多数关于圣经的批注 令人百度不言 教宗圣笔约十世 册封他为 宣讲圣道者的如宝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